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信息是有关 我们来临的年轻人特会的信息 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祷告 各位好好听这个信息 不管你是今年七十岁、五十岁或者三十岁 你都必须为下一代人祷告的吗? 我们绝对不能自满在我们现在的福星、现在的舒服 有很多教会或者有一些信徒 我们逐日去教会或者在教会服侍 看到教会人数很多、很福星、时工很忙,够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想过 这个福音是继续望着地级走去吗? 我们福音是继续传扬到下一个时代吗? 如果我们真的有想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下一代很迫切地祷告 我们主耶稣基督说 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完 人质就到了 神的子民的诚意 你们还没有走完 还没有传完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你了 你们了解吗? 为什么世界是大? 为什么人种这么多? 因为主告诉我们 没有比你把福音传到地级更重要的事 那么教会很多时候 我们对传福音到地级很抽象 我们没有想 谁要把福音传到地级 那就算我很恩高 我很蒙恩 那下一代人怎么做? 他们变成怎样? 他们被这个世界塑造成怎样? 所以今天我特别要为各位祷告 不管你有没有孩子 不要想 牧师又讲年轻人的信息 这个只有给年轻人 我跟各位说 教会有史以来的一个隔膜 不能摆脱的一个问题 很多教会不能摆脱的 就是老年人、中年人 跟年轻人之间的隔膜 老年人看年轻人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经验 做东西虎头蛇尾 就是看他们 就这样议论他们 对不对? 而年轻人是 以老卖老 这老年人 他们怎么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 他们讲得这么慢 不开通 就这样想 对不对? 总是有一个隔膜 不明白 其实上帝让两主人 生在不同时代 其实很多主人 对不对? 不同的时代 每十年 每五年 不同的时代里面 有不同的强调 那个时代里面 有那个时代需要的福音人 要起来 所以 上一辈 跟下一辈的 总是这种隔膜 其实我跟你们说 年长者 年轻人 年轻人 其实一定要受到 年长者的祝福 拜祷 有时候适当的一些引导就好 不用太干涉 那在那个地方为祂祷告 那祂会做得更好 甚至你要盼望祂做超过你的 好像我们李牧师常常为祝牧师祷告 对不对? 他大了二十年 你们都看得到 对不对? 我们两个人 我们的根基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面对的群众有所不同 那么 年长者呢 对年轻人的时候 总是要参考他们的有一些见解 提议 对不对? 因为他们快 他们灵活 所以年长者有这样参考的时候 想法很开通 不会限制在自己的有些盲点里面 所以我真的很盼望 我们年长者 还有下一代年轻人 我们不要受到有一些阻碍 有时候 每次牧师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年长者说 牧师就讲年轻人了 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我被淘汰了 我老了 要被淘汰了 好像只有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种隔膜就会来 年轻人有时候 志气高大 好像自己懂什么东西 我也年轻过 我现在还年轻 我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气 年轻人很容易被绊倒的 有时候一成功的时候 马上有点志气高大 有时候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这个 我们不能在福音里面融合 这个会阻挡福音的前进 但是无论怎样 我的观点是怎样 我的观点是 人 特别是不同想法的人 总是要有碰撞 才会有新的火化出来 阿们不阿们 那怎样碰撞 这是你们的事 这是我的信息传讲了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宏观 能够看得到下面的时代 现在的时代危机 危险 需要我们的祷告 这个不是讲谁被淘汰 谁不被淘汰 然后谁被使用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都要在一起祷告 特别我给各位有一些眼光 你们特别 为什么要为下一代人祷告 年长者说 为什么要下一代 为什么要我的年代 我们都这样想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的 整个的多元化 这个从哪里来的 各种的情报 资讯 人都懂嘛 所以人读了之后 每个人都懂 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是对的 所以每个人自己产生出自己的想法 这个的结果就是 你会看得到 人在一起的时候 越来越不同 对不对 你有真理 我也有真理 你讲的对 我讲的也没有不对 对不对 所以到这个地步来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现在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 不是二十年之差的问题 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 现在变成三年五年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有一个姐妹说 她才三十岁啊 她的弟弟二十七岁 我不懂我弟弟的想法 我弟弟很奇怪啊 我就工作好好做就好 我说弟弟啊 她是整天大学文评给拿到 很好的学位 整天看朋友 她做得很不错 赚的钱很多 心里很奇怪的那种 工作不要很稳定很稳扎的做 她总是要这边挑点 那边挑一点 什么东西啊 我不懂她的想法 你才三十岁 她二十七岁啊 所以现在的人呢 有一点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说 你跟我有代购 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代购了 多少代购 三年代购 对不对 五年就代购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一个时代已经进到 极其自我的那种光景 很相当的自我 只要你跟我的兴趣 眼光想法不一样 就是代购了 我不用跟你多谈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代慢慢变成这样 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的人 我们不会站在旁边 然后看下一个时代 然后就议论他们说 哎呀你们这群人不稳 这群人脆弱 像草莓一样不会这样 你会心里面懂 主啊 他们受到的环境 他们生在的属灵环境 他们生长的属灵的背景 比我更有挑战 阿们 你应该要这样看的 你不能旁边 如果今天你生在他们的时代 你也会变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有一种属灵的眼光 有很庞大的爱心 怜悯的心 特别要为下一个时代祷告 特别我跟你们说 下一个时代 他们生在的那个环境 我每次说比较挑战 比较挑战 什么挑战 生活也舒服 钱也够 要买iPhone什么 我跟你们不是这个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 就是出现黑暗的势力 他们狡猾的工作 我们不知道的 现在人什么 你们知道吗 现在人什么都懂 但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迷茫了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好像你还不懂怎么赚钱 你就看到每个人花钱 你还不懂钱的价值 然后你就能赚到很多钱 我跟你讲 你的心数会变坏的 对不对 因为你还不懂钱的价值 钱的辛苦 然后呢 这么容易赚啊 其实不是钱多的问题 那时候你没有钱的价值 那个钱的轻重观你不对 现在呢 人家看很多东西 孩子们长大 手机看很多东西 其实呢 人要成熟起来 你要懂得判断 判断 懂得尊师重道 看人事 了解人事 之后 你才有一些见解 对不对 现在不需要的 现在是 我看不爽 我有手机 我就讲 我就评评 我就评论 对不对 你就这样讲 所以你还没有成熟 你就有那个能力 交在你的手中 这个就把心数弄坏了 所以每个人看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都要生存 每个人都有我自己的需求 我要得到 所以我们属灵人 是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 人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还是没有从神那个地方 得到绝对的事实 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 没有 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是什么 没有 只有从自己所拥有的 名誉 钱财 成功 工作 只有别人没有的 我都有了 从这个地方来断定你的价值 所以二十多岁 十多二十多岁 这样被影响 然后你就看他们的时候 慢慢你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也变成这个样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现在老年人 六十岁七十岁 也被手机捆绑 再不多久 你们就讲你们的孙子 你也变成你孙子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吃掉一个时代 怎么回到圣经看的时候 圣经我们使徒法罗讲的 最后一本书 我每次很喜欢用提摩太后书 今天的情经文都是提摩太后书 你们看 其实当你走到一个时代 你发现 那个时代的倾向 人的思想 跟提摩太后书所讲的 相差非常远的时候 你就知道 真的是危险的日子 提摩太后书 你大概看的时候 几处的经文 你都懂 提摩太后书 如果你们四章可以去读 提摩太是胆怯的 保罗马上跟他说 神经文不是胆怯的 乃是刚强的心 你要靠主的恩典 刚强起来 很简单的话 对不对 然后另外讲的是什么 另外讲的就是 末后的日子 对不对 末后的日子 必定有危险的日子 必定有危险的日子 所以你要谨慎 你要把主的道存在你的心 然后人不听真道的时候 不听真道的时候 你怎样做 人逆耳的时候 你就是忍受劳苦 做传道的功 很简单的 就是这几句话 就是给提摩太的 但是你看 现在的人 不是靠恩典 刚刚讲 现在人相信聪明义子 因为现在什么都懂 科技也这么好 所以你相信 very resourceful 对不对 你要买什么 要得什么 就是想办法 最厉害这个时代的人 医学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告诉你 危险的日子 哪里有危险 看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危险 很多人都是觉得 然后你要忍耐传道的功 现在不要忍耐 要看的是快快的果效 提摩太太 你要终心 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教会现在没有什么 门徒培训观念 只有人数多 有多 然后阵容大 就够了 不管生的东西 就看眼见到的 可以给自己快感 快快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 我跟你们讲 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 就懂得越多 但是心灵越来越肤浅的光景 就出现了 所以现在你们不用去想 为什么我跟我孩子不能这样沟通 为什么这个下一代 其实是因为 你没有为下一代想的 所以我们做牧者 做老师 一个时代的教导者 守望者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懂 我们看群人 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每个年轻人都变成这样 我们不能这样说 但是有一种流传 就是朝流来的时候 我们就懂 为什么 撒旦要把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有人出来为这个时代祷告 不是议论他们 我在讲 为他们祷告 所以这点上 我特别教各位谨慎的地方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不好 我给各位看 圣经里面有一些信心伟人 他们的榜样 这是约瑟 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故事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通常你要死了 你会做什么 写遗嘱 但是他说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其实为什么他讲这句话 因为神已经早就启示 他的真祖父亚伯拉罕 你的子民会被这地的人苦待 四百年 但是神会来拯救你们 怎么拯救我不知道 神会来拯救你们 所以约瑟 他是真祖父所传的应许 他是放在心中的 然后到 他必定神来把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就是迦南美的那个地方 我都说过 为什么以色列民在旧约 一定要往迦南美的 因为弥赛亚是在那个地方出世的 对不对 现在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 对不对 升天了 他还要再临 现在不是管巴勒斯坦的以色列 现在是管天国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的 虽然以色列 这个 巴勒斯坦的那个以色列 还是会回归 这是上帝的应许 福音一定会传到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关注是 我们每一次讲到 神的子民 教会 天国 这个是属灵的以色列 那二十五节 约瑟教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搬上去 为什么讲骸骨 如果你们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 这个信心伟人的故事 其中一个上帝称赞约瑟的 那个信心的行为 就是他 他嘱咐了有关他骸骨的事 各位 你看到那个人的骸骨 你就想到那个人 那个人的信念 和他一生 他为什么来奋斗 对不对 所以呢 约瑟他很清楚 虽然他在埃及做了宰相 因为神的应许在他的心中 你们这些神的子 他的兄弟 兄弟的子子孙孙 对不对 必定把这个骸骨带回迦南地 因为你们一定会去到那个地方 神会成就他的应许 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 所以 约瑟他一代可以讲君王 他是像是君王宰相 但是他是很关注神的子民 世世代代的蒙恩 我们看另外一个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今天特别我要给各位看的例子 在猎王记下 猎王记下有关西西家王 谁没有听过西西家王的故事 举手 有没有 没有 大家都圣经顾身 那你们去读 这个西西家王 那西西家王呢 15节这里 以赛亚他做王的时候 以赛亚先知听过吧 以赛亚书66章 你们都知道了 对不对 他最出名的先知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的有一些外交官来探访的时候 那西西家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全国的财宝给他们看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集去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继续看18节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你的后代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 很可悲的事情 对不对 那西西家怎么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为什么呢 若在我的年日中 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岂不是好吗 大家都皱眉头了 各位看看西西家王 西西家王的盲点 各位看 西西家王我跟各位说 他可以说在犹大国里面 相当著名的一个王 可以排前面三名 我觉得除了大卫君王以外 西西家王相当不错的 西西家王带来了整个犹大国 甚至以色列的一种改革 他就洁净圣殿 然后设立圣殿里面的很多的 祭司 然后恢复十一奉献 然后叫以色列守约节 全以色列守 所以有一种改革运动回到 以色列都是因为西西家王 西西家王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 亚述军队 其实亚述 亚述是那个时候的强国 就是来恐吓犹大 西西家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西西家是拿着恐吓信 拿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啊 你看这些没有受割离的人 他们怎样羞辱你的圣殿 你的百姓 然后上帝那天晚上拆派天使 把亚述王的军队全部杀掉 一个晚上十八万五千 然后全部杀掉之后 亚述王一回去 不久被自己的亲儿子杀掉 所以因这个的缘故 西西家王在外邦人的眼中 被视为尊大 圣经是这样讲 所以很奇妙的 西西家王很多的见证 见证很美 但是他的生命真的是美中不足的 在哪里 就是他快要死了 有一次他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对不对 快要死了 重病了 以赛亚说 你家里搞好 你快要走了 这是好事不好事 快要走了 你该完成的死命完成了 去见主好事嘛 他就哭了 难过了 不想走啊 然后呢 以赛亚要走的时候 神说 你告诉他 我再给他十五年 所以他想活嘛 对不对 再给他十五年 让他活了 重点是你十五年做什么 如果上帝现在多给你十五年 你做什么 对不对 那他十五年了 十五年把他的愚昧跟骄傲 全部显入出来 那时候呢 他的病就好起来的时候呢 巴比伦的外交 对不对 全部就来拿着礼物 庆贺 恭喜他 然后就 来来来来看看我国中的 圣殿里面的 什么财宝都给他们看 很奇妙的 这个 可能 这个 属灵界来讲 这个撒旦就透过这个毁谤 特别一个领袖啊 就是夸耀他的阵容 他的福星 其实要夸耀上帝的 对不对 夸耀他的阵容 他的福星的 奇妙的 灵里面的那个运作 就是临到他的后代 他的生命是 上帝在他的身上有恩典 对不对 不在他身上 就是他的后代 那巴比伦那个时候呢 必定的那些差异回去跟巴比伦 他们有什么什么武器也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策划了 我们要怎么攻下这个犹大 对不对 耶路撒冷 所以果然不错 到了后面 你们都知道 AD 586年的时候 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 犹大完全被掳 这个是 各位问 这个 那现在呢 以赛亚跟西西迦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后代会这样 重点是这样了 讲这句话的时候 西西迦是什么 嘿嘿嘿 不是在我的时代 这就是 我们的后代是后代了 我们这个时代 这么福星 这么有钱 这么荣耀 够了 各位 这就是显出 西西迦就在乎 他今世的福星 不是神的国度 神的子民 世世代代的福星 这是很多牧者 犯下的大错来的 大错 你看他们做的决定 他们现在关注的事情 他们不太为下一代人祷告 就是为下一代人祷告 也是那下一代人能够帮助我现在的福星 对不对 只有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这是给撒旦一个后路了 你就知道的 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最难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 因为人的动机总是为自己的时代 所以你爱不爱天国 这个东西是显出 从你什么 你走到最后的日子里面 你留下给你的后代的 是叫他们一生能够跟从主 完成神的使命呢 还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真的不想走 因为地上还有很多 我留下来 我能够夸耀的 我能够享受的 其实会显出你生命的动静 神经里面有一些伟人 是跟西西加完全相反的 神经里面的伟人是 你看 刚才有约瑟 约瑟是海骨 你们一定要拿回去 你们看 《约束亚记》好像是24章的时候 真的以法联 他们真的得到地的时候 把约瑟的海骨葬在 所以一直带着 流传着 世世代代 这样 他的信念就是带着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大卫 你知道大卫他统一王国 他没有坐享其成 对不对 他就是 我要为耶华建一个圣殿 建圣殿 所以很多牧师说 我们也要建圣殿 所以大卫也建圣殿 对不对 你懂建什么圣殿 建圣殿的理由在哪里 不是这个外观的圣殿 那时候旧约为什么需要圣殿 只有旧约圣殿里面 有上帝的诫命 律律典章法度 还有很多圣殿里面的节期 还有仪式 流血的仪式 如果没有做这些赎罪的仪式 他们怎么能够记得上帝救赎他们 他们怎么会想起他们的罪 然后时时刻刻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饶恕 求恩惠 活在神的恩惠 神的子民 不能没有这个圣殿的 一没有圣殿的时候 骄傲起来 没有圣殿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忘记 你是蒙怜悯的 所以大卫是有这个远见 他虽然自己建不了 他预备全部的材料 叫他的儿子建圣殿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这个圣殿多重要吗 没有这个圣殿 神明是灭主的 你们知道这个圣殿 在第三代之后 罗伯安就是大卫的孙子 对不对 大卫的孙子 罗伯安还有一个耶罗伯安出来了 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分成南北 南北 北部是耶罗伯安 这个所罗伯的一个仇敌 对不对 他就分出去北国 然后在这个北国 他建自己的圣殿 设立自己的祭司 然后这样做了 然后这个北国 19个王 没有一个是禁卫生的 全部都是恶王 全部北国是完全flop 对不对 只有南犹大 就是西西迦王做王的 有20个王 偶尔有不敬卫生的 偶尔有敬卫生的 还有存留的痕迹 为什么 因为有大卫的圣殿 大卫所设立的制度 上帝的诫命 律律典章 法度 仪式 祭司长 祭司们都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能存留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为这个时代祷告的时候 什么东西存留下来 我们想 西西迦的一个 这个近视 我讲他近视倾向 近视的问题 近视眼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 这个近视倾向 我这样说 近视症状 我这样讲 彼得后书说 你们不要犯上 像这个 就是眼睛近视 nearsightedness 就看到现在的好 上帝 一直要做的 成就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跟各位说 你们好好听牧师现在讲 我在讲这个兴趣的时候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有感动 但是我现在把神的感动 要给各位 我们为下一个时代祷告的时候 我先纠正各位几个动静 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有孩子 所以才想到我要为下一个时代祷告 这个也不对的 所以我们当中我特别看重的是 我们文刚立文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成吉慧君没有孩子 但是他们是为着remnant 年轻人施工祷告 用全部的生命为下一代祷告 这个是没有动机的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就为着下一代下一代 这样想自己的孩子 另外 我们教会做年轻人施工 为下一代祷告 绝对不是 因为年轻人中年人 他们有活力 有经济的力量 能够帮助教会 我在教会界走很久 每次我发现 牧师很喜欢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有这种活力 教会很多施工可以办 这也不对的 这样你看重的是他们的恩赐才能 你要看重他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宝贝 上帝拣选的人 能够对神的意向 真理 福音的真道 能够去感动的 特别要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生来 特别为这个时代做守望者 有这个宏观 我给各位明白 你以后活在的世界 是这个下一代人 年轻人 他们所塑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人 不是这么看重圣经 比较看重经历 所以现在很多经历 读了圣经不够 然后还要发语言 还要讲什么 你的圣经会成功 我祝福你 这些东西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小心 你不要嗨 你会嗨完的 然后你看到你的下一代人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没有根基 然后为什么 下一代人 他们的道德观念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好像虽然圣经也是真理 但是人权也是 神权也有 神权也有 但是人权跟神权 怎么能够一样 如果同性恋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不是什么同性性 什么的问题 是人权跟神权 我有权利爱 这是我感觉到的 我就是爱同性 你为什么说我有问题 这是圣经讲的 但是我的心告诉我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神权举起来 人权举得跟神权一样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时代 他们一定走歪曲的路的 邪恶的路一定走的 因为人怎么能够相信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信念 因为你反而是常常 你要来到圣经面前发现 其实我想的还不完全 所以圣经这么讲 我们有一些父母 我是实在看过的 当孩子 不是我们当中 我在服侍当中的时候 有些孩子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基督徒父母 看到孩子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不去教会了 然后自己也不读经 然后就是这样的 好像backslide 跌倒的光景 然后有一天看 这个同性恋他也支持 然后他没有问题 孩子没有这种观念说 这个是圣经不符合的 然后这个父母 就是开始很困惑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问 为什么我的孩子今天走到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属灵培养里面 没有给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轻重观价值观 没有给这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做儿童营会 为什么要做TBRC 这个不是单单玩 我按一下 玩是其次的东西 其实在这个当中 等一下我们崇拜过后 这个信息过后 我给各位做一个exercise 好不好 我们用网络的东西 我给各位看 我们这次赢会要做什么东西 好不好 那个等一下才讲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 给他们这个时代的观点 用圣经来看 不管他们活在的世界怎么改变 不管他们活在的世界 给他们怎样的感觉 但是他们怎么回归真理 确信真理的话 然后正确的感觉 仍然会被保守的 仍然会来的 但是如果你把圣经的话放一边 然后被你所看到的现象 人的话影响 然后这个很真实 那个真实在哪里 是你心里面感觉真实的 其实人一看到就感觉真实 一没有看到就不真实 对不对 这个光景里面 人不明白自己灵魂的脆弱 软弱的事 我们为这个时代一定要担心 我是跟各位说 我们怎样为一个一个时代 我们教会的工作要传承下去 比如说我现在41岁 你看我们影长 我们讲John John在这边 我们为John祷告 还有韦恩这次的TBRS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的孩子才有希望 当然我为他们祷告不是为了我孩子 这是我真的无愧的两心这样讲的 对不对 但是我为他们祷告 我的孩子才有希望 因为你看我现在我孩子在这边 他们在主日学 但是以后多五年时间 他们起来教导的时候 他们会教导我的孩子 我孩子呢 我的话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有时候唠叨的话 对不对 或者他们就参考 但是可能John的时代讲的 他们可以认同 对 Uncle Randy 他们也这样觉得应该是 对不对 那他们要为我的孩子祷告 所以他们的孩子才有希望 你们了解吗 因为好像Noah 这些 你看我们里面这些 都是 其实是需要我的孩子的年龄 乐乐这些人 他们一定要起来教导他们下面的孩子 所以当一个时代越来越邪恶的时候 就五年五年就是一个年代的时候 你一定这个地方要很跟紧 一定要传承的清楚 不能一个时代偏重 就是世界的一些经历 这些东西只是其次的东西 只是我们善用的东西 人的成功会变的 多了五年十年之后 另外一种成功又出来 对不对 另外一种成功 有些人说学业好就很成功 后来过五年之后 可能你运动好很成功 再多五年之后 你做电脑的很成功 对不对 以前是医生律师很成功 对不对 其实有些人说做什么工作 最不会破产的就是什么 你做精神病医生不会破产 还有你做Undertaker不会破产 因为人一定要死的 你要挖棺材 那这些你一定不会破产 如果你们是想这个 就是这个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 这个我们传承的工作 那我们当中 各位听 我们当中我们有孩子 你说那我的孩子现在二十多三十多岁 他们没有来教会 或者有些他们曾经在教会 受伤跌倒 然后现在不来教会 所以你们要为下一代人祷告 你要为三十多岁的人祷告的时候 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坐在当中 如果你不为这个教会里面 现在三十多二十多岁的人 他们的眼光 因为他们是被他们的 活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他们懂彼此的language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要为他们的灵命要祷告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TBRC的这个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牧师也亲自要带领 然后这个施工特别带到新加坡 那么这个重要性我已经讲了 现在各位听 那我们怎么为下一代人祷告 首先我们要为一个时代的人祷告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 用圣经的真理正确地判断他们 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眼光感觉聪明来判断他们 会错的 你会错的 圣经的话来判断 你跟下一个时代的人 首先你们有不同的地方 另外你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什么不同 我们先讲不同好不好 我们讲不同的东西 每次我们人都一直在那个地方纠结的 简单来讲 你们活在的年代不一样 受的挑战不一样 你们注意听 我们年长一辈的 也是我自己也每次提醒我自己要小心这句话 以前我每次讲 现在年轻人二十多岁 像草莓一样 草莓族 以前我心里面很多人这样讲这个东西 我也学 因为真的很陰墨 很weak 人家讲一句话不堪一击了 对不对 承受不了 其实现在的人 你叫他干活这些东西 做工要集中辛苦一点 不太能 到底为什么 做什么决定不能 该做这个决定那个就不能 所以他们很多的不能 在我们的时代 如果我看下一代 比我小十年二十年 我看他们很多不能 当你讲你的下一代人像草莓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也是因为你太坚强了 而带来的 你的坚强到达什么地步 到达你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控制 什么都要决定 孩子啊 这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你全部帮他想 到一个地步呢 他自动弱的 因为他会适应你 人是适应的 适应你了 曾经有一个报稿 讲说你们有没有读过 像孩子呢 去学校忘记拿书 打电话回来 妈妈报过拿书去 妈妈叫女佣拿 你拿去 为什么要拿 给他让老师骂 骂 被老师骂 我骂不下 老师骂他就好像骂我这样 所以没有办法想到孩子的心 所以你太坚强了 其实这个不是坚强 你是另外一种弱 另外一种担忧 或者可能你受过很多的苦 所以你想孩子 这种东西是 好像上一代人 传给下一代 然后下一代适应 然后有一些人呢 是 说这句话 我听过 他看到一个母亲 真的是这样的 我真的羡慕你的孩子 你孩子样样都听你 我的孩子讲不听 所以就羡慕 比较会听父母的话的孩子 这是真实的 我有一天看到 有一对母女 妈妈跟女儿 眼光什么都一样 妈妈讲十 女儿做十 从来没有做九 很少做九伴 可能可以 几乎完美 太幸福了 对不对 你不要幸福太久 多十年二十年 你的女儿 那个女儿结婚了 几乎要离婚了 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丈夫为什么从事没有听我的 这个东西黑白的很简单的 我妈妈讲我就听了 为什么我讲有道理你不听 因为她丈夫是另外一种个性的 然后她生出来的孩子 以前我妈妈讲我就听 为什么你不听 所以现在她遇到的那个状况是 她以前跟她的母亲没有经历过的 然后很奇怪的 你说为什么她会遇到这样 我跟你说 人就很奇妙 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就观察 好像你是这种个性的 你是被造出来的 然后你选择的配偶 你不会选择跟你一样个性的 你选择另外一样 刚好她就真的是另外一样 跟你不是走黑白的路线的 她是走活在当下的路线的那种 这很奇妙的 你就喜欢这个嘛 然后那个时代另外一个了 你的时代过后 就是你的孩子另外一个品种出来了 所以你很辛苦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人要做上帝 什么都控制 什么都认为 我这样塑造他 他就会成为这样 你不要自己被骗 这个时候 牧师已经看了很多综合的例子 什么都考量过 我不能说我讲的是绝对的 但是你一定 你去看一下的时候 你发现 当人的意念 越强 他要控制他的命运 他所爱的人的人生的时候 他越有盲点 他会走错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不对 连我们为下一个时代 你觉得这个人很糟糕啊 这个孩子 他不太能啊 他读书不好 品格也不好 什么 过一下子啊 过了五年十年 你看接着众人的祷告 他忽然间会想起来了 很奇妙的在他身上 另外一个带领又来了 你没有想到 所以这些是人心难测的东西 这是神的恩典造成的东西 所以你唯有的希望就是你现在 真的相信主的恩典 然后呢 他跟你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 你要知道 你们都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的罪性 罪性是什么 罪性就是两个人 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 相信自己的感受 所以 年长者相信自己的眼光 有这样管下一代 或者这样批评下一代 年幼者又从另外一个眼光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上一代 所以这个变成不能传承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罪性 我自己无论怎样蒙恩到什么地步 有些比我大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人 他们的见解我要听一下 我不能说我全部参考 但是我要听一下 我要明白 如果我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你那时候活在二战的时候是怎样 我想知道 对不对 如果我遇到一个六十岁的人 对不对 以前养育儿女的时候 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你们是怎样 我想知道他们的心态 因为这个历史是一直转动这个东西 所以懂一下 不是你现在成功了 或者你现在没有问题 你认为你的method works 一定会行得通 不是 你是有罪的 有罪的人有盲点 有主观的一面 上帝能够看到所有的人 所以祂把祂的心里放在圣经里面 所以祂写出来的 都会绝对相信 既然是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传给下一代 我们要明白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祂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传给他们的东西是什么 只有把神的应许 跟真理的原则传给他们 你们了解吗 这是一个guide 真理跟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会懂 在这个客观的应许 跟神的真理的原则 受保护之下 剩余的他们要自己走出来 他们要自己摸索出来 你们知道摸索出来 所以我年轻人很喜欢跟我讲这句话 牧师 你讲了很多道 我跟你说 好像婚姻的 我的婚姻跟你不一样 我的婚姻比较严重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的太太跟我的太太不一样 你也跟我不一样 对不对 没有错 真的是没有错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你是全职工作 你很自由 再加上班 我是忙的 我工作很忙的 以教会为中心 很忙的 我的老板 没有 你的老板是上帝 他最有恩典 我的老板没有恩典 好 你讲的也对 但是 神的应许是这样 神的真理的原则是这样 我们信徒应该怎么活 你自己寻找出来 你自己祷告 我只有跟你讲应许跟真理 如果你能够跟神摔跤 靠着圣灵找出那个路 你在你那个地方 你是Champian 你可以教导跟你一样的人 对不对 因为你找出 但是就算你找到路了 对不对 你发现你的情况 你要教导另外一个人 他又跟你说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说 你要这样的 大体上 这个原则 然后我有一些的见证跟经历 你参考一下就好 这样 然后给他自己摔跤 找出来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年轻人 我们每次说 这是神的恩典临到谁 就是他们听了神的话之后 他很羡慕 很羡慕约瑟 暗里里 很羡慕这个牧师的 他怎样 专利地跟从神 凡是他祷告祈求的 上帝为他开路 他到底怎样 做的 我自己要摸索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现场 你自己摸索 祷告 靠着圣灵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培养下一代人 所以 因这个的缘故 我说一句话 你不能改变下一代人 你只能指引他们到神的面前 他们跟神之间要有自己跟神之间 依靠神的经历 这个经历他们跟神有了之后 所以他们就成为他们时代的 他们不能直接成为朱牧师这个样子 不能成为朱文刚 林慧君 女志明 不能成为这个样子的 人是每个独特的 所以你只能把他们指引 之后 他们自己摸索了 走出来了 他们为他们的时代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守望者 工人 这是我们用圣经看的东西 我现在不是单单讲父母对孩子 我们做领袖的小组长 或者我们为下一代人祷告 都是有这个观念的 所以这个方面 你看得准 看得很客观的时候 我们年长者跟年轻人在一起 心里很平衡 马上看到他们 为他们祷告 知道他们做得好 不好的地方 讲一点点 然后交托给主 这样做 没有分歧分叉的 现在的人也是 我每次说太过的reactive 你们懂reactive吗 反应力太大 听到什么反应力太大 现在 现在人都是这样 用情报 鼓动人的情感 叫人马上就是反应 买什么 做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 一种谎言的运作来的 因为人没有真理 你一定按照情况反应 所以我前两个礼拜 一直讲这些信息 是一个根基来的 现在各位听 现在你用真理来认识人 认识下一代人 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是 请各位记住 绝对记住 我们在特别帮忙下一代人 或者教导 如果你的孩子还小 或者说你真的在带领人 千万记得 你在教导人 一定不是每样东西都教导 每样东西都一样重要的 人有这个轻重观 人的心有这个层次观 你们了解吗 好像我叫人来教会 听道 听了 但是这个道里面什么是最重要 你们有没有问过 你教导孩子 什么东西都教 孩子这个也重要 吃的重要 礼貌也重要 去教会也重要 祷告也重要 他心里面想哪一个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人是这样的 孩子或者门徒 他们一直看 对我的父母或者领袖 他的心中 哪一样东西是最重要 他想知道 虽然我们人 虽然我们每次说 父母唠叨什么 唠叨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你什么都讲 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 所以从早讲到晚 每个东西都要做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样做 连十诫命都有强调点 十诫命哪一个最重要 哪一个最重要 除了我以外不要有别神 就是第一条诫命了 对不对 这个有了 下面自动会来的 对不对 那个根基要从这个地方发展 而下面 下面做不到 不守主日了 不看中安息日 回去 除了主以外没有别神 所以你安息日跑去哪里 你的神是谁 所以才可以讲到下面的 所以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看 你跟父母讲 现在父母们 如果想到前途 什么是最重要的 想到前途 最重要的是学业 父母们 如果你的孩子的为人 什么是最重要 他的品格 品格好 为人处事就好 对不对 我们都有一个最重要在线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错了 很多时候错了 你的孩子最重要 你的门徒最重要 下一代人最重要 什么 他们要懂得把手机收起来 这个最重要 也错了 那个是你天天看到的问题 所以你受不了 讲他讲了 一天讲一百次都不要收手机 所以你觉得那个最重要 连你的轻重观都错了 最重要是他重生遇见神 他重生之后 他心中有神 虽然他很多地方欠缺 对不对 但是他心中有神 他能够靠这个神 他做了一 能够做二 做了二 能够做三 做了四 做不了 再靠神 四能够做出来 如果你照一个人 你学业好 品格好 这个好 他就做到这个 他没有一个灵里面 超自然的能力 上帝能够改变他的眼光 改变他的心肠 叫他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 所以没有这个变化性的能力 福音的大能 能的不能的 所以这个眼光 这个重生 所以一个门徒 一个年轻人 我没有 我讲了很多道 对不对 你们每次说 牧师你讲了这么多道 这么多道 这样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你听了那个道之后 一句话 听了很多 一个小时多 听完之后 你心里面很奇妙的 我要顺服神 你重生的人 要借着真理来顺服神 只有这个最重要 所以刚才我讲到手机 比如这样说 你孩子 你去问他 你爸爸妈妈最讨厌你 最讨厌我用手机 他们这样讲 你的教育失败了 绝对失败 如果哪一个孩子 可以讲出来说 我的爸爸妈妈呢 虽然每次骂我 不读书 每次玩手机 但是他最讨厌的是 我不遵循主的旨意 明明知道 这不是主教我做的 但是我偏要做 如果哪一个孩子 可以讲出来这个 他真的是大卫 耶稣 你们不要给孩子 send the answer 以后牧师问你这个 你就讲这个 这个是他心里面很清楚的 因为我的本分就是要遵行 所罗门走到最后 人的本分就是要遵行 敬畏这位神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什么都研究 哲学 文学 什么学 物学 什么都研究了 最后遵行神 对不对 我爸爸妈妈最讨厌 我不来主日 其实不是 爸爸妈妈最讨厌你 你明明知道你是要来主日的 但是你偏偏不遵行你的上天 不是不遵行我 是不遵行你的主 这个东西就是重生遇见神的人 很清楚的才会有的东西 其实很多的教导 你看我们做牧师的 这边教导那边教导 有时候我妈妈问 你这么多主题讲 今天讲这个 明天讲那个 这么多东西讲 其实我讲来讲去 人不改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人要怎么改 要重生遇见神 不然你听了再多道也是一样 对吧 所以重生一些 然后真理 认识得清楚 所以这个方面 我特别为各位迫切地祷告 尤其是在儿女的教育 各方面 这个方面 然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 我就讲完这个 很快的今天的信息 然后 所以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 然后 下一代人 你要知道 神在你身上的挑战 跟他们身上的挑战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起码跟他们活在 来讲 一样的空间 世界里面 你会看得到 因为从你的经历来讲 你会看得到 下一代人跟你的不一样 他没有办法 看得到你 但是他只有看到自己 因为他是 如果只有活30年 就30年 你活60年 或者50年 起码你懂 所以我是这样 有些话 我跟年轻的弟兄姐妹 20多岁的人 我讲的时候 我看他的反应 我知道他只有听 懂我讲的东西 30% 这个不是以老卖老的 这个你要接受 这个东西 我活40年 无论怎样 活20年的人 他们一定看不到有些东西的 所以 这个方面 我是这样说 我只有把你会面对的挑战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要祷告 要摸索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好像你们看 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子孙讲的是什么话 必定你们会被苦待400年 但是神会来救你们 怎么救? 不知道 只有神会救你们 所以你们要靠主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保罗跟提摩泰讲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 所以人会逆耳不听真道 那我怎么做呢? 保罗怎么做呢? 你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 继续做 尽你的职份 就这样讲了 就这样 只有跟他们讲这样了 然后那个末世的时代 必定有人听魔鬼的道理 你要谨慎你的生命 跟你的教训 这个东西要小心 不要偏 不要偏 那么 主会帮助你 主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当强仁爱尽手的心 只有讲这个 跟他讲了 那怎么得这个 当强仁爱尽手的心啊? 当强仁爱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找人 为我按手祷告 为我什么 No 神的话 本身就是按手 神的话 你真信的 真确认 寻找 挣扎 走出来 你就会得到那条路 那条路是神为你预备 你的挑战是神为你精心设计 建立你的生命 所以各位记得吗? 这个挑战的东西 我们的孩子会有挑战 比如说孩子 将来你会遇到这样的事 你看你的朋友慢慢变成这个样子 想法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跟你说神的话早就讲了 但是你怎么对应这个东西 你自己找出来 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我们妇女聚会玩之后 很多父母都跟我说孩子玩手机的东西 怎么禁止 如果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禁止 禁止孩子玩手机的十诫命 如果我可以讲出这样的信息 我早就讲出来了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没有一个牧师 没有一个人 能够对这个问题 给出万全之策 如果你给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你给出万全之策 你就是上帝了 你了解吗? 就是上帝亲自的带领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孩子呢 他的个性你讲一次他会放 有些讲十次不会放 有些孩子跟你的关系又不行了 对不对? 你发现他的年龄又不可以了 有些年龄到中三你很难 小六中五可以 对不对? 还可以禁止 又不行了你要看 然后你说OK 回来把手机放在一边 那你要怎么做 有些父母 我说我知道 但是我做不下 那个东西 做不下 OK?你做不下 所以你自己有自己的障碍了 但是我做下了 他三天不跟我讲话 我这样做了 哎呀 那是不是我做错了 所以你又自责 所以这个要看的 孩子回来 你看他的情况 你讲了讲了 然后他一直不听 累积起来 你才能做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面 是很多的那个touch 那个你受圣灵感动指引 你跟他的关系 交谈当中的那个touch 你要掌握到 到底那个感应是怎样 这个是你自己要寻找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的 这些东西 我讲一个例子吧 我呢 我就记得这个 我们holiday 那个六月份holiday的时候 你们记得牧师不是那时候跟你们讲到 我的孩子呢 每次去学校五点回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都是我很开心的 对不对? 那holiday 从早上起来就拿手机 这边躺那边懒 那什么东西 功课不拿出来什么都不 这个你一直看到的时候啊 就来了对不对? 你一直看到你没有暗示 就暗示就来了 然后你就开始要管他们了 开始老道 每个东西讲 但是还好 我是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我适应能力很快的 所以我一个礼拜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了 不可能的 我们这样就是被问题追着走 一定有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跟我的妻子讲 这个东西我要再重想 有些地方 然后我怎么不老道他们 但是我给他们的话 他们能够放在心里面 这是我自己寻找的 你们不要偷我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不可以跟你们讲 因为跟你们讲 你们又要学一个方法了 不行 一定有圣灵的带领 因为你最了解你的孩子 你也知道你的难处 他的难处跟你的有限 你要懂 但是神的应许说 寻找必定寻见 扣门必定给你开门 祈求就得着 这是神的应许 圣经有时候 为什么圣经只有 只有这样 一本 佛经有八千多本 哇 没有出来 那时候全部读 什么东西都有参考 百科全书 多好 对不对 不能 圣经有无限的圣灵在里面 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有无限的圣灵 你真信这个道 其实你不用懂太多 那个总原则你抓住 应许抓住 然后在实际的情况当中 你祷告 神这样带领你了 你越走 越有切据 所以 父母亲有这样为孩子 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种切据的 孩子知道了 孩子 虽然他们有一些 没有纪律的地方 他在你的手中 你懂 有些东西 你知道 你讲一句 时间到了 什么 他知道 会听了 因为你给他的那种感觉 能够叫他会听的 因为你在他身上有权柄 他也愿意服从你 这个是最理想的 这个是最理想的 所以请大家寻找出来 我就这样讲 好不好 最后呢 也不能讲太多了 那个时间 最后我跟你们说 我为各位祷告的 我们愚民特会每次有一个口号 我们把下一个时代的约瑟 丹尼里大卫 兴起来 我们每次这样讲 把这个时代的大卫丹尼里 这么好听 大卫丹尼里 每个人想到大卫 想法都不一样 对不对 盼望是他做王之后的大卫 不要被追杀的大卫 每个人都这样想 OK 我们这样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要单单口号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下一代呢 我给各位四方面 牧师真的看的 也请你们大家跟我一起祷告 我看的是什么 不管你是中年人 或者年轻人 或者老年人 愚民remnant这个字 愚圣的子民 愚圣的子民 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 跟凡俗的人不一样的 上帝使用的人 那个时代的大卫 第一 我发现这样的人的共同点 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神圣的愤怒 很神圣的Holy Anger 各位写下来 Holy Anger 牧师为什么你不是讲Love 很有爱心嘛 为什么你讲Holy Anger 对不对 很神圣的迫切 为什么 谁可以问为什么 因为一个为时代祷告的人 他是一定看到问题的 他是一定看到那个时代的大欠缺 所以他有一个Holy Anger 神圣的愤怒 主的子民 主的教会 玷污了 对不对 这样的人 他才有一个力量起来的 连这个大卫 他得到这个Holy Anger 你看他对这个哥利亚 你这只狗 对不对 他就看他的时候 竟敢亵渎上帝 上帝的百姓 对不对 他的那个Holy Anger 起来的时候 站了3m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孩子 这个小孩子 干什么 奇妙的对不对 但是很奇妙的 神充满大卫 他面对这个3m的人 心里面没有惧怕的 你们知道吗 没有Holy Anger的人 做什么都怕的 释放怕 讲道怕 牧养人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迫切的东西 对不对 你没有迫切的东西 你做什么 丹尼里跟三个朋友 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们知道以色列 被掳是因为拜偶像 所以他们不吃不喝 这个王所饮用的那个韭菜 对不对 我们只有喝白水 这是一个宣战来的 对不对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分别为神 所以 不管你的情况是怎样 你能够 你不能改变旁边的人 但是你的心 能够依向神的应许 神的话 所以哪一个人 现在我们生气的是什么 他在Facebook讲我 我气死了 就这个生气 现在的人 连气都不知道应该要气什么 连信徒也气 应该气什么 就是 那个Cortex 十块钱之后 他要气 每个人就是 你们懂吗 那个Cortex的东西 基督徒也发表发表 这个没有道德的 这个什么 你们现在看到 教会 真理不纯真 圣民已经变成那个样子 人都看果效 人不看重圣经 看重经理 难道这个东西没有生气吗 你看朱牧师讲到 你们会读到我迫切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会使用我 这是一个很重点的地方 只有这个Holy Angle 有的时候每个礼拜才能够出来的 第二 第二讲什么 新奇的下一代是什么 下一代 每一个 每一个人 remnant来讲 神的子民 就算你今年七十岁了 你要去八十岁要见主了 你问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们知道不知道 很多信心的伟人 希伯来书十一章 都会讲出他们的一个中心 他们整个人生在一起 他们做的 整个人生所做的综合起来这一句话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然后跟从主 亚伯是为了什么 殉道 对不对 献了那个流血的记 信心的道路 亚伯拉罕 就是从迦勒第五而出来 然后跟从 然后献以撒的 那个事情 代表了他整个人生里面 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 他怎样跟从神 他完成的那个使命 你们知道吗 约瑟就是嘱咐了 有关他骸骨的事 就是说人的一生 虽然我们做很多东西 但是有一个使命 有一个姐妹说 我的使命没有很多 我就是一生帮助我的丈夫 为着我的丈夫祷告 他服侍主 我成为他的福祉 就这样 然后丈夫越蒙恩的时候 越会想到妻子 因为妻子没有其他的恩赐 这个东西 就这样帮助 所以我们姐妹们也不要 一直觉得 现在有self-actualization 你们懂吗 要自我实现 我要做到 其实上帝给你什么 好像Saint Monica 他就为了一生 就这个孩子 Saint Augustine 就是为他祷告 这个孩子 特别的孩子 我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迫切 但是他活在罪中 他死了 连孩子都还没有悔改 但是很奇妙的 死了之后 孩子 圣灵有一天重工 孩子转过来 然后成为一代神学之父 Saint Augustine 他的整个的症状 你们看 妈妈的祷告怎么带来 其实后来 妈妈死了之后 他全部想回母亲 曾经为他祷告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回到上帝面 他完成的那个使命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都有 但是很多人说 牧师父 我就觉得有使命 我也希望像你这样 有使命 你很清楚宣教 有些做孩子的施工 我也很希望 我跟你们讲 你要得到上帝给你很独特的使命 不是今天你祷告 明天你醒过来 上帝忽然叫你想起的 不是这个的 你要长期日子 忠心的在神给你的岗位上 你服侍主 不要take a break 你要take a break 上去天国 take a break 长期的很清楚的 然后这样服侍当中出现 原来主叫我做的就是这个 一来叫我做的就是 那个会显明给你 那时候你知道你一生 所放进去的精力 投资进去的祷告 那都是会显露出来 那个果效 所以千万不要好高无远 这个东西 有些上帝不显明 你继续做 继续围着你旁边有人牧养 继续祷告 所以这是一点 第三 真的像这个时代的丹尼里约瑟 就是他们我刚才说的 能够借着祷告 他们找出圣灵独特的引导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大卫的故事 你看他怎样的 约洗的孩子 牧养的时候 也是怎样的 靠着主 然后打跑狮子 然后格利亚面对 然后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怎么做 然后一直这样走 到他成为君王 他的一生里面 就是自己在苦难当中 他寻求这爱他的主 认定耶和华上 时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眼前 这个世界太多的方法给你 有些 我跟你们说 有一些的教导 太多的方法 心理学 或者有一些的辅导学 告诉你们太清楚了 或者你听的时候太贴贴了 呀呀呀 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再问自己 到底真的是这样吗 未必是 只要情况一改变了 你就发现不是 所以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有一种近处跟远处的东西 对不对 近处的时候 好像我越来越靠近这个椅子 我就看到椅子 我没有看到大家 我就远处看的时候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在服侍的时候 如果我教会只有五个人 我就看五个人 我远处看的时候 我看到五十个 五百个 对不对 我在服侍当中 以前我们教会 只有刚刚开始二十个人 只有看到二十个人 但是这个二十个人里面 有无数的人在后面 他们的生命里面 会带给我这样的信心 我的更新 然后后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 开始渔民施工的时候 都是这样做的 很难的 每一个脚步是很辛苦的 不是就是怨天有人 你看没有人帮我 没有人做这个 No 这个不是渔民的观念 渔民施工就是偏偏 你无论怎样看 四面都为敌 四面都为敌 没有一个东西 能够做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 你祷告 靠主 然后找出来 这就是渔民的一个特色来的 不用去听什么 Anthony Robin 什么positive thinking 积极思想 不用听那些垃圾教导 不用听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听这个 你有神的话 神的灵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听这个 鼓动你一下 给你就是一种积极感 其实那个积极感 大家拍手啊 什么人越多 你出去的时候 变成一个人的时候 我要靠谁 没有人靠了 那种感觉 那种全部都是假教导 假教导的特色都是这样的 它是给你感觉先的 不是给你清楚先的 我们的道 神的道是让人清晰 清除了心里面信 借着信 圣灵充满 心里火热 然后跟从道德 所以 你看最后我讲的就是 渔民的施工是什么 一定是坚持道德的 你知道什么是对的 坚持道德 不是看果效来做 对吧 看果效做的 早就不做了 对不对 世界赚钱去了 什么东西 不是看果效做的 一个生命也是这样牧养起来 我每次跟各位说 很多弟兄姐妹 牧师你的兴起 为什么抢到人的心灵里面 这么准确的东西 因为我帮助过很多精神有悠患的人 我真的跟你们说 精神有悠患的人 你不能一个人帮两个的 你要一个帮一个 因为他是special needs 你们了解吗 真的是这样 什么叫special needs 就是一个帮一个 你一个帮一个人的时候 你才会从他的身上明白 真的他身上真的 原来你很多一般人不能了解的 他心里的困惑是这样 然后从这个地方 你就发现 连我也是这样 如果我的心里面受暗示的时候 我也变成这样 depressed 也会这样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在我里面 已经在跟从服侍主 然后爱生命 牧养生命当中 已经得到的东西 所以后来信息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神装备的 我就知道什么叫坚持到底 挪亚120年见方中 坚持到底 所以大风大浪来的时候 雨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影响他的 愿主祝福我们 我们这个Revenant Conference下去 星期五到星期天 你们孩子们还没有报名的 等一下 你们还可以到星期二最多 好吗 那等一下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收奉献之后 然后我们 等一下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可能会做什么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今天 你用主的道教导我们 也使我们明白 主你的话 你的迫切 你为这下一个时代 主不管我们的年龄如何 主使我们能够知道 主你已经把这个时代交给我们 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有责任的 我们不能单单因自己现在的现状 没问题而满足 总是要问 主啊 这福音是否传到地界 是否望着地界走 你的道是否纯正 这样走下去 求主自己成就主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以他俩赌尔文鑶 明镜 是